我先分享一下1月20日 缅甸国感同盟军的特约作者王子玉的文章 他讲到被政变军人利益集团绑架的缅甸没有未来吗 这是他的一个评论 全文如下 正当全国众多民族革命武装联合打击政变集团的扶酒部队 为推翻军人执政团而努力拼杀的时候 有些人却为未来的缅甸没有缅军独裁而开始担忧 因为他们认为缅军是缅甸最强大最牢固最可靠的组织 只有缅军才能够保障缅甸不分裂不解体不动荡 只要缅军存在缅甸就永远不会解体 不会走向碎片化不会走向巴尔干化 他们深信唯有缅军能够保卫缅甸国家不分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观念恰恰就是缅甸军人利益团体 苦心建构和长年散播的 这也是军方在设计08年宪法时 为自己直接占有四分之一之席位所找的主要借口 通过这套政治话术 军方巧取豪夺该利益集团 在缅甸联邦国会的绝对优势话语权 如果因为恐惧动荡而由腐朽的势力 组织国家政治转型的理由成立 那么人类世界只配永远活在神权或皇权之下 而革命这个词也不会出现在人类的认知体系里 那些霸权主义之上 信奉有强权无功力的人们似乎独信 没有缅军的缅甸将会陷入更大的动乱 所以他们希望缅甸军人执政团 继续作为缅甸的顶梁柱和主心骨永远存在 完全无视全国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要结束军人执政的事实 完全无视政变军人利益集团 腐败独裁无能的事实 有些人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迷信 居然把缅军兵败如山倒的事实判定为战术性撤退 有些人则是为了坚持他们认为正确的观点 可以完全无视他人的正当诉求和基本权利 难道仅仅因为担心政变集团被瓦解之后 缅甸国家出现无政府状态 而继续放任军人执政团做缅甸的独裁者吗 难道仅仅因为政变集团霸占国家资源 而无视民意 无视政治文明 承认其执法合法性吗 难道缅甸人民忍受军人独裁和军人干政的岁月 还不够长 不够久吗 不 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不答应 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不答应 追求自由平等的苦难人民不答应 缅甸的民主斗士们已经彻底看清 被军人利益集团绑架的缅甸 毫无光明 毫无未来可言 缅甸的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繁荣稳定 不需要军人继续独裁 也不需要军人永远干政 更不需要一个军人利益之上的腐败的政变集团 来统治缅甸这个国家 今时今日缅甸全国的武装组织林立 革命烈火成燎原之势 其祸根就是腐朽不堪的政变军人利益集团 这是特约评论员王子玉的一个全文的一个讲解 国敢同盟军又发布了两个公告 第一个公告 缅甸三邦第一特区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关于鼓励发挥民间社团力量 第一特区各社团 目前特区各大小机关正在积极开展战后的重建工作 在特区高度自治的框架下努力建立新秩序 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 需要各方力量积极的参与 为调动区内一切可以调动的民间力量 现对各大小社团的通知如下 一凡在特区境内成立的社团要向所在地方政府报备 说明组成方式 社团主要的成员 组建目标 终植 以及主要开展活动的范畴 二鼓励各大小社团发挥建设性作用和动员力 领导所属会员积极参与战后重建工作 三社团可根据自身条件自主的开展住民立民项目 也可自主向当地政府受领服务社区的义务劳动 继续发挥人道主义精神 造福伤子 特此通知 1月20日 第二个公告 关于禁止砍伐森林及防火的通告 第一 特区全体居民 为加强对全区的森林和植被保护与管理 教育全体居民要重视保护自然环境 树立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环保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意思 县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全区居民要高度重视保护县村的植被严禁乱砍乱罚 2.原先被缅军驱逐的村寨 至今还埋涉大量的地雷 属于高危险区 禁止原住民返回原址建造房屋或开垦农田 3.特区政府对行政村有新的规划 禁止擅置前往无人区开辟新村 4.当前已经进入了旱季 各地居民要注意森林防火 农户处理耕地的时候 各村村长要监督各村民管好伙事 防止引发山木大火 禁止人民群众任意在房前屋后 和街道上粉烧垃圾 特此公告 飞哥在分享一个自己的感受 19号早上6点多 仰光蓝区欧经不达路的街道主任及副主任 在去街道办事处的路上 被一骑自营车的人员7枪击毙了2人 这2人与军方合作 抓捕了6名地下游击队员 这6名游击队员目前被关押在阴森监狱 因此那些帮助军人干坏事的人群众都看在眼里 去哪都不安全 这样的暗杀在全国已发生了上千起 有8000多名军人的支持者被定点的清除 军人拱发党的党魁肯毅在大会上说到 杀死了他们太多的支持者 他们要擦干眼泪继续战斗 是啊 他们逃无可逃啊 政变这个事情在历朝历代都是泥天的大罪 他们也是要玩命啊 谁叫他们当初看走了眼 跟了不该跟的人啊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包括那些投机分子 在军人政变期间 趁当时的法律没人管 趁无法无天 买地伪装建筑 认为只要花了钱 军人开了绿灯 什么都可以干 什么都能干 自己可以捡个大便宜啊 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吃进去的都是要吐出来啊 结果可能就是鸡飞蛋打 偷鸡不着十把米 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眼瞎耳聋 自以为是 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最后是聪明反背 聪明物啊 做人就应该实实在在脚踏实地 是非分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人以群分啊 物以泪去 飞鸽是相信好人一定会战胜恶魔 春天将要来到 属于缅甸的未来 就要来到了 大家再坚持一下 等待好消息的到来啊 我们再分享一个战况的情况 这背后的照片 就是发生在20日的上午 在孟邦的夜镇 叫做猫克宁村 军政府的一个据点 被当地的人民保卫军 PDF及联军进行了攻击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战斗当中 军方的据点被摧毁 联军在战斗当中 击毙了至少十多名 米尔莱武装成员 收缴了比较多的武器弹药 我们看到各地的PDF 都在他们活动的范围内 对军方发动了更多的战斗 我们也关注到了 在夏缅甸最近的战斗 没有那么激烈 也预示着可能未来 要发生更大的战斗 这背后的视频 就是在即将到来的2月1日 政变集团政变三周年之际 这条路是在博生蒙玉瓦公路上 进行了一场当地的民众的斗争 他们用他们简单的方式 来宣传一场革命性的公众运动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表达了对NUG政府的支持 同时也反映了米阿莱武装 在缅甸各地的势力逐渐的衰弱 他们也没有更多的力量 对这些的斗争进行抓捕 进行活动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大家对飞鸽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